i加米,学加米,就看加米新团上班摸鱼,就看加米新团的直播 Hi,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 那么第3直播间的朋友呢,麻烦点一下订阅 然后方便的话,现在如果你不是在上班摸鱼 麻烦动一动你发财小手,给博主点个赞 OK,我们节目马上开始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行情数据 那么今天的行情数据的话 其实主要是今天的市场是有些稀奇不外的 我看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Brian John,一个100多万粉丝那个博主 他是说要应该是调整他节目形式 他可能不会再日更了 所以他说就是quit crypto 可能他觉得没有流量吧 所以他之前是日更的 那个博主是一个市场情绪的风向标 今天那个标题写的很吓人,写的I quit 所以说他的可能判断 接下来他的流量数据可能确实是流量下降比较厉害 所以说他可能 我没看到听他讲完 应该是 应该是调整节目的形式 今天他能恐慌指数呢也跌的比较厉害 上星期最高点到47 今天到27 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呢行业有些畅衰这个merge 还有一些分析师说呢 就是merge的之后呢 价格反而会到一个新地的位置 跟最近那个 我也看到有时候BFTX还有监管的加强 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一轮的监管的铁锤敲下来之后的话 我觉得对行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的 但是行业也确确实实在模型领域是需要监管的 因为如果你想走入主流进入一个主流的 进入主流的金融市场 你不可能一直对抗KYC和AML那个反洗钱的条例的 这个是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 我之前聊过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今天的行情数据方面呢 热力图方面的话 其实今天不算太糟糕 今天是有一点点保持在一个横盘的位置 比特币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是上升了一点点 但整理上来讲今天是一个偏向横盘的状态 那总的市值的话也是在103亿美金左右 增长1% 那是一个正向现流的流入的状态 24小时交易量是在623亿美金 22.18%的交易额下降 稳定币的交易占比今天少了很多 昨天98%的稳定币交易占比今天只有90.32% 那比特币占比又回到了40% 市场的避险的情绪又开始加深 恐惧开始加深 那么是它的占比上升了0.17% 那么过去24小时排名前100的项目的涨跌幅呢 那么Lidu这个位置呢 它依然是可能大家对它的项目的预期是比较好 然后今天也有一篇文西分章 有篇那个分析文章表明就是Lidu的重要性会非常非常强 就是如果完全转上了POS之后了 Lidu这种质押的方式等于你的 你质押的以太坊全部会有以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行业流通 就是STTH 那Lidu Finance 它某种程度上会起到一种控制以太坊 在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声音啊 这篇文章其实分析的有它的道理 那基于这样一个预期的话 可能我之前没有想到这点 可能对Lidu这个东西站的它站的一个重要的位置的重要性啊 实际上是低估了 那这块道其实我们可以稍后多讨论一下 就是这篇文章的这几个论点 我们仔细一起来过一下 然后EOS最近它的发展的非常好 但是还是稳定密度状态 1.46到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位置 我至少我觉得至少它不回到三刀的话 我不会我不想多看这个项目一眼 比它伤透了 我之前拿了两年的这个项目就是完完全全浪费了最好的机会 然后Chillis呢 现在是在一个十九美分的状态 那它这个项目的话我还是持那个态度啊 热度很高 各方面基本面很硬 但是生态建设相对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整个体育赛道还是比较原始的 我觉得不足以支撑一个功率很大的市值 而且说实在它主网都没上线 我个人不太看好 如果说你看好就市场的热度对它有预期的话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门挪币的今天反应也是不错的 肯定这种市场对抗审查的这种想法 开始这种情绪开始累积了 大家会寻求一种隐私币去保护好自己的资产 这个情绪会在不断的放大 那么会催胜一些对隐私币的一些的需求 那么挪币又是最早的隐私币之一 目前是经受了市场检验 各方面基本面社区都是最强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觉得依然会有会有来来回回吧 短中期我依然是看衰的 但是短中期肯定会有个交换 肯定会同时有人看多它 是一个目前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 但是我不认为短期会有大爆发的可能性 但是肯定会有些情绪带动的 我还是保持这个观点的一个状态 那其他的项目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讲了 这个今天这个状态大部分项目呢 是在一个横盘的状态 最低的跌的呢也没有跌多少 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DeFi的情况呢 现在锁仓量是增加了一点点 那是实际不大 还是一个在横盘的一个状态 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然后今天的快讯会多一点 给大家快速过一点 我觉得有几个项目的情况还是可以 就是可以说到说到的 然后我今天特意录制一份啊 如果说你嫌那个直播的画面糊的话 我等会会直接就上传一部分 会上传今天的这个视频 这样的话只是一个妥协吧 就是可能你看现场的效果 画面效果没有那么好 可能只能听但是能交流 但是你看回放的话会保证惊喜 因为回放这次我会重新上传视频 本地录制 然后看几次快讯 我们快速过一遍 那个SudoSwap的这个AMA的机制的话 我看到目前是给NFT提供流动性的 其实方案是最好的 我觉得在下一轮的话 这个项目是有点像当初的Uniswap一样的 给NFT提供流动性 然后它的AMM的机制呢 也设计的非常完整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特别是你想做这块开发的 我觉得你跟着技术路线走 你做一个这样的平台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术的方向 或者说你做开发的 还有我们社区做机教程的大佬 可以搞一搞这样的教程 让大家学会 怎么去做一个NFT流动性提供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SudoSwap我觉得算是一个新秀吧 是熊市中少数的一个比较亮眼的项目 接下来我会多关注一下它 然后这个不可能 Aptos的话这里面的热度持续的升高 然后它的一些测试网的新功能和参与流程 那一个供电全新的架构 里面有很多新的功能 它的账户管理体系 也不会完全跟基产一样 这里面有几个资金所有者运营者选民 这个文章的话 对于Aptos想学习这块的东西 我觉得很不错 其实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还没有学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发到留言区了 你们直接可以打开来看 我们待会在社区可以交流一下 然后美国国会候选人宣布在Cardano内上 创进NFT来资助竞选活动 他之所以选Cardano还是那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一些保守州的人 肯定是不会接受以太坊的 因为以太坊的创始人 还是俄罗斯裔的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政治这一块是会有些爆发的 特别是Cardano 特别是美国的政坛保守市民 如果他们到时候拥抱区块链 拥抱区块链的话 Cardano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供他们选择的一个 至少是三选一吧 他肯定是在里面的 然后因为所有今天推出了一些 一些地质屏蔽的方案 包括七种类型的不良地质会被屏蔽 分别是混逼器 那个交易混合器中的便道资金 受制裁的制裁的地址 被已知的欺诈的资金 便道的资金 设计恐怖主义黑客的资金 那个儿童信心翻 基本上是暗网的一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讲 很挣扎一个东西 他这里面说的几个理由呢 又非常充分对吧 你做一个全人类通用的法律体系 和道德准则 那至少这里面有几个肯定是要 要审查制度要把它删掉的 但是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 你一旦你平台开始了这种审查和屏蔽 那就很容易被监管机构滥用 因为这些东西肯定是监管机构 发出一些类似于跟Uniswap 你给我封一批地址 那监管可能会滥用这些 对吧 就比如说他可以时不时给你扣个帽子 说这个地址涉嫌恐怖主义 然后对吧 司法部门发一个信仰给Uniswap 你给我把这个地址封了 那这样子 那你这个DeFi的意义在哪呢 监管机构肯定会滥用这种权利的 所以说我们如何去符合 这个行业如何符合合规 但是同时要阻止监管机构去滥用这些 这些初衷是好的这些限制 但是把这些地址屏蔽的这功能呢 监管肯定会滥用它 因为一直都是如此 所以说这个是行业需要思考的 我相信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案 然后已经将253个被盗的资金和制裁 相关地址拿入黑名单 这里面产生的一些解决方案 一些插件之类的 或者说第三方工具的 可能会诞生一些机会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你关注那FTX交易所的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命令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停止声称其产品得到了政府担保 就这个事情啊 很多交易所会声称你的资产是安全的 因为一旦被盗 我买了联邦存款保险对不对 会赔啊 现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开跳出来了 他们这些加密公司的业务 我是不保的 所以说作为投资者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的法律方面的东西搞明白 不要被交易所信息给误导 这点很重要 之前确确实实 也就是说FTX发现理财产品 他的50币之内的是不受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的 他是不能投保的 如果倒是他被盗了出了问题 你是呃没有办法去索赔的 他至少是政府层面都是不会给你拖底的 你只能走破产清算或者说告他这个渠道了 你的资产的面对风险是会增加的 好吧 然后再就是一个转向POS之后 更容易受监管控制网络 因为那个验证节点问题 这一块的话昨天已经讲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担忧啊会持续发酵的 然后接下来是个lido这个东西 如何用ligo控制以太坊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 我们可以在自由交流环节 那个好好的鸟一块这个鸟一下这个部分内容 ok今天的快讯的部分和那个资讯部分就这一块 追求高效资讯的朋友呢 那这部分我把它本地录制之后 我会直接上传 因为最近的网络环境确实是有点问题 好吧 然后喜欢今天的内容 麻烦订阅一下加密信产给我点个赞 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在那个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通过那个我们的链接 视频下方链接加入我们的discord 在我们社区里面提问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再见